吴尼朗 咪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4月开始在里面看到清明5天 廉价最后一天 不少民众北返 而花莲火车站也出现了搭车的人潮 花莲火车车站的站长杨顺安表示 这次的廉价从3月31号到4月4号至 从花莲火车站出站的旅客大约有6万8千人 而累计北返人潮5万6千人 所以预估5号收价北返人数大约有2万人 花莲火车站北回铁路载运人数 已经回到疫情前的廉价水准 花莲火车站从一早就出现人潮 可以说是班班客满 而花莲火车站站长表示 截至下午3点左右 北返的人数达到1万8千人左右 从3月31号到4月4号 来到花莲火车站的旅客约有6万8千人 其中以4月1号1万8千人最多人 这次清明年假从3月31号一直要到4月5号 那我们下车旅客最多的出现在4月1号 4月1号当天下车旅客是有到达1万8千人 这个是属于返乡的人潮 返乡的尖锋是坐落在4月1号 那我们预估反攻的人潮可能会出现在今天下午 违晚反攻的一个热点 这一次清明年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回复到差不多疫情前的那个状态 花莲火车站预估 北返的人潮将达到5万6千人 4号已经达到1万8千人北返 5日的售价人数预估将达到2万人左右 杨顺安表示 这次的廉价搭车人潮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也代表民众生活已经恢复到正常化 但是配合中央疫情的规定 搭乘共共交通运输工具 还是必须将口罩戴好 记者林杰花莲市参谋不到